最近发觉Pfizer医生官的药物Pasnovic 这药物在香港也有的,很多地方也有的 主要是高危一族感染了新官之后 为了防止他进医院吃了这药物 便可以将入院的机会大大减低 这药物之前我曾经说过 如果大家对药物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之前我这段视频 简单说是阻折病毒去复制 病毒复制不了 自然感染的过程就没那么厉害 但最近发觉这药物有个问题 即是说他吃完之后 有一部分人会复养 复养之后可能又再产生症状 而且更加有可能会传染其他人 很多人以为吃完这个药物 通常有一个疗程是五日药 吃完之后就什么事都没有 但似乎都要小心一点 这个药物是真的有效果的 大家就不要再传谣言 就说这药物不行了 有什么问题了 不是这个意思 他主要是说这个药物 是能够明显减低高危的新冠病人 入院的机会 不过就因为你吃这个药物的时候 因为病毒的复制就压抑了 那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不用很努力都能够 控制到病毒的感染 有点点滑走 即是说如果你吃完五日药 现在这个病毒 Omicron这个病毒 是有些叫做immuno evasive 即是说它因为变种太明显了 即是说你打了针也好 你以前感染过也好 身体的免疫系统要攻击它 都是比较难些的 因为它的样子变得很重要 免疫系统不太认得它 有部分人吃了五日药之后 它的病毒其实还没有清晰 还有点点滑 因为免疫系统对付 这种新的Omicron病毒 就不太有效 可能转过头 它就突然间 那个病毒没有药之后 就突然间大量复制 又会产生病征 又会传染人 这样 有人会说 你怎么搞错 现在才说 你的药做出来的时候 不是没事的吗 又说吃五日就已经搞定了 大家要记得 这些药发展出来的时候 还是Delta 是主要病毒的时代 Delta 比起Omicron来说 是没有那么难对付的 即是说它的变种 就未算像Omicron那么弥补 一般来说 如果吃了五日药 如果是感染Delta 可能都只剩下一些Delta 不过那些Delta 你的免疫系统 因为它的量已经小了 免疫系统已经可以搞定它了 所以药厂最初的建议 都是给大家吃五日 那就足够了 但Omicron出现了之后 这个真的难搞少少了 所以最近有一些报告 发觉有部分人是服养的 尤其是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 究竟有多少呢? 我们未掌握有足够的数字 未必说真的很多 不过这是一个可能性 有机会 如果Omicron出现了之后 这种药可能要吃久一点 比如五日 可能延长到十日 将病毒先清掉 不要剩下一些首尾 才能够减低这些服养 再传染人的机会 还有一些抵抗力弱 灭系统差的人 其实最好就是 吃完五日弱之后 就隔一天 就是第二天 第三天、第四天 可能要做几天的快速测试 看看自己有没有服养 那就对自己、对家人的保障最大了 当然实际的建议 可能都要大规模的研究出来 才能够清楚一点 不过这个就是最新的资讯 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今天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